大家好 是我金家仁 港人 and 港市 2023年就完結了 很快是2024年 有很多人問我 金家仁 夏年運勢怎麼看 如果用政治時事的分析 我就可以跟你說10小時 但是如果你問我 金家仁 2024年快來 你覺得香港的運勢 夏年是怎樣 有什麼生意可以做 還有有什麼方位可以吹吉避兇 避過一劫 你問到玄學這家事 一命二運三風水 我就回答不了 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懂 雖然我對紫微斗數 非常有興趣 但是人生只有一輩子 你能夠做的事不是太多 雖然我有緣分 跟這些術數大師曾經 有過交集 但並無私圖之餘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想學 然後他說 你會用 然後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自從做了 這個頻道之後 我發現 是的 我真的就是用 就是 經常在這裡預測 時事 政治 其實跟紫數 真的很類似 紫數其實都是 依書直說計算出來的 是不是 時辰八字 我不是 我是看 個人的性格 事情的脈絡 然後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 然後就計算整個過程出來 令到我自己 趨急避兇 可以避開這些劫難 例如 未有 疫情之前 我知道有些事會發生 當然有人給我通水 到了疫情之後 核酸 方倉 我又知道 又想辦法回避 接著 來到針針 這次就厲害了 這次 好像覺得我未預約先知 而我也堅持死都不打 是不是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想 之前認識那位 術數大師 有些了道 其實他不是什麼術數大師 他是賣水晶的 其實我所知道他是賣水晶 是太子 我很記得跟他有三面之緣 但是 他說的話 是中了的 所以你問我 信不信 玄學的東西 我真的信了六七成 但是 最重要 就是那個師傅有料 現在香港是最有料的 當然不是那些蘇文峰 李承澤 麥寧寧 這些都過了 絕大部份都吸收了 被華里山墳場後 十年了 我自己吹 不關事 我不喜歡他們 還有一群人覺得他們很準 過了這麼多年 我都覺得 這些術數大師 真是吹水不閉嘴 即是我說都可以 我以前也經常跟朋友說 他們說的話 我說都可以 全部都是作出來的 給我感覺 尤其是蘇文峰 牙刷刷一段時間 後期也不行了 近期 在2023年 我被 七師傅 真是 我覺得被制服了 不是純服 是制服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七師傅 很準 不是開玩笑 他講了很多事情 我發現真的很準 昨天我在文峰的台上也說 哇 他說林作如果腳踏實地的話 他又不會 搞成今時今日這樣 確實真的是 林作 竟然賣樓 在這個 時間點 首先賣得出 第二還要賺到錢 他真的腳踏實地 可以賺到錢 賺了100萬 反而他現在 投資 JPASS 輸得身敗名裂 不知道要不要坐牢 所以七師傅 個人來說非常拜服他 所以 今天這段影片 就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分析一下 七師傅 對2024年 這一年的雲勢 我們先說一些正能量 究竟2024年 局勢的預測是怎樣 最旺的是哪些行業 你做這些行業 有機會賺錢 好了 七師傅這樣說 他說每個運均與不同 掛相配 九運為尼掛 五行屬火 並由九子升主事 因此 2024年開始 踏入 九子尼火運 火代表吵 衝突 山火 炎熱 悍災 九子尼火運 從2024年到2043年共20年 20年 是不是這麼厲害 因火當令 以下屬火的行業將非常之興旺 九子運中 就雲觀而言 文化、電子、網絡、旅遊等行業 將迎來大發展的機遇期 如電子 網絡、通訊 醫藥、石油開採 電力、天然氣 礦產、自煉 彩石 種植 製圖 基建 環保 養生 中藥 電動機 發動機 電池電車 生能元汽車 監控雷達 人工智能 燒烤物品 餐飲行業及AI等 因木生火 以下屬木行業也會有不錯的發展 文化與傳媒 教育等 因水黑火 以下屬水行業將會發展緩慢 金融 貿易 交通運輸 水族 油船等 因火黑金 以下屬金行業將受到一定阻礙 機械 鋼鐵 有色金屬 珠寶等 在這裏引用 七師傅分析 其實也有很多類的 你說屬火的 和火有關的 一定會輕望的 那些自施煉 採石 採石 礦產 這些當然 但是一般人做不到 其實 寫了兩個字 比較奇怪 叫做種植 種植 種植是甚麼呢 對吧 我覺得很奇怪 原來屬木行業也有不錯的發展 OK 因為木生火 你說是在國內 或者在香港 搞種植業 應該是不能搞的 但是你說 令我想起 會不會說那些桃花呢 因為今年有年少 有年少之後 年少的花市會旺呢 花市也是屬於種植的 我看了很久 醫藥 環保 養生 其實 醫藥 我覺得 會不會是健康產品 會好些呢 因為如果醫藥 就沒得做的 我們沒得教的 對吧 你說環保 環保 這件事 全球 都是在搞的 我又覺得這件事 其實不是很賺錢 因為已經搞了十幾二十年 好了 養生 養生 這件事 一定會賺錢 很多種的 對吧 養生的東西 很多種的 所以 我看到這裏 其實 所有東西 我發覺我都做不到的 除了一件事 燒烤物品 啊 這次 這次 找到出路了 在香港開燒烤牆 其實 疫情之前 香港的燒烤牆 去大埔的燒烤牆 是非常盛行的 有一段時間 直接開到旺角的住宅 以及工業大廈 都有燒烤牆 他建議我們做燒烤物品 難道這個行業 會重振升威 這個我只顧人揣測 因為疫情三年 真的弄死了香港很多行業 有一個行業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可能你們那邊沒有影響 但由尖望 你會發現少了很多 唐水泡 唐水泡 大家一定記得 滿記 有沒有見過仙跡癌 我去西安見過 去年 今年沒有見過 在國內 香港 很久已經見不到 傳聞仙跡癌已經撿了我 但很奇怪 說他撿了的時候 我在西安竟然見到 好了 唐水泡 就連民間那些 以前曾經 有一段時間 大角咀和深水堡 是做得很盛行的 但是那些 品牌和店鋪的數量 都減少了很多 我很記得 大概是七八年十年前 波蘭街 有個真是嗜好 我當時的Fan 食住唐水 就看外面的街上的女 為什麼 因為波蘭街當時有很多 當時有些都挺漂亮 在唐水泡 叫一本唐水 因為唐水泡 當時 把唐水凳凳搬出 街上 在街上吃唐水 看著 那些 x工作者 走來走去 他說 真的別有一番風味 不是的 但是現在兩樣都沒有了 因為那些 工作者已經去了 比較深入的地方 還有 唐水泡 是沒有了 變成了什麼呢 外賣壽司店 真的 這是我個人親身經歷 因為 較早之前 以前有一段時間 我也是住在太子附近 那繼續聽聽 七師傅說 七師傅說 文化和傳媒 他都可以做 還有AI 其實我們 YT也算 但你問我YT的前景 是否這麼輝煌 未來十年 我覺得是一般的 為什麼 他就輝煌了 我們有個頻道 不多不少 在他身上 你拿一口湯就沒問題 但你想吃 湯渣 YT就很賤 是不會給你吃的 我很清楚 他說下面 不可以的 就是一些屬於金屬的 行業 因為火 黑金 會消融一些金 所以一些有色的金屬 珠寶 鋼鐵 機械 是很受影響的 其實如果你問我 金融我都覺得 受影響 一定是不會好 因為有金字 好了 你看看 旺角 彌敦道 那些金譜 是沒什麼人的 是事實來的 那幾天假期 平安夜 聖誕節 我都說出了兩天 這樣才是病的 沒有什麼人的 周生生 周大福 進去看的人 都是有的 但是買東西出來的人 我就比較 少見了 好了 現在七師傅說 2024年 最旺的局勢 是在南方 香港也算是南方 會不會吸收到好運氣呢 他說 九運最旺是南方 不論國家或地區 只要在南面 2024年及九運20年 都會有很多機遇 這件事真不真啊 對不對 我先用我自己的個人分析和時事去分析 香港就難一點 九運 亦大利 南北向 即南方有山 北方有水 如果你家的北方 見到海 噴水池 游泳池 港灣 河流湖泊 這樣 在未來20年就會比較 容易賺錢 如果北方見不到水 可以在北方放一盆水 放一堆吸水池 吸水豬豬 便可以看到 北方的格局形成 這麼厲害 這些其實我未必會做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東南西北是哪一邊 七師傅最重要是講 未來 樓市是怎樣的 這個是讀港 很棒的 他說香港的2024樓市 局勢預測 他就說樓市屬土 在八運的時候已經旺足了20年 除了2019年到2023年這幾年 疫情造成經濟不振 其他年份 樓市幾乎都一直上升 未來九運 樓市會有 好轉嗎 踏入九運 投資樓市 炒樓已經無利可圖 很多人都已經選擇官網 令樓市成交緩慢 2024年樓市仍然會緩慢下跌 全年有機會下跌三成 我自己買的都是 比起2023年 跌多兩成 他竟然說三成 你說死不死 說完樓市 也說股市 七師傅就說 2024年 股票 波動 情況是怎樣的呢 他對股票的 局勢預測是這樣的 離火 貨黑金 加上大運交接期 股市必大上大落 可以突然升很高 又會瘋狂跌 夏天左右要小心 看得出 他不是很看得通 你問我我就會說 整年 能夠補到 萬七點 阿里陀佛 我個人認為 2024年 香港股市最低 萬三四 無論如何 中央一定是要 撐著股市 因為香港沒有了 任何價值 現在沒有了股市 是不是 貨幣 股市 如果貨幣死了 股市就死 如果股市死了 貨幣肯定會跟著死 所以中央一定會 撐著 但是正如七師傅所說 會瘋狂升 也會瘋狂跌 但是到最後 去到夏天 真的要小心 時間點 和我 預計的差不多 真的到了夏天 我自己個人認為 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只有土地 沒有人 無論你的經濟發展 多好也好 人們走光 都只不過是一個空城 七師傅就對這個移民潮 在2024年的局勢預測 他是這樣的 彌火 易馬王 人們更加奔波 搬屋轉工 會比之前多 以至不時 發生賽馬意外等 2024年 仍然會有很多人移民 這就 大勢所趨 但是他最搞的就是 他說賽馬會有很多意外 他這樣也知道 不是吧 沒錯 其實賽馬是一個 高危的比賽 這是事實 但是 香港 過往一段好運的時間 經濟好運的時間 這些事都會常有 但是就不是那麼多 可能 一兩個馬跪 可能也會有死人 或者有重傷 但是 他說 今年2024 不時會發生賽馬意外 會不會是死馬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事一定的發生機率 其實是高的 以及有的 好了 接著 當然要說一下 其實很多聽眾 或者對時事 著感的人關心的一件事 2024年 我們的國家 或者台海 會不會發生戰爭呢 好了 如果你說這個世界會不會發生戰爭 會不會有多元 因為幾個地方都在打 所以就浪費 現在主要是說我們 香港 台灣 國內 或者中國 一些地緣政治 地域 例如印度 越南 會不會發生戰爭呢 七師傅就這樣分析 離圍離散 甲衛 過兵 因此家庭易爭吵 離婚分居 獨居現象增多 在國際上則容易發生武力戰爭 即是七師傅覺得是容易 不肯定會不會打 不如說說我自己的見解 我一直都認為 2023年之前 還有兩天 是不會 打台灣 亦不會發動任何戰爭 因為我自己的見解是 習近平還未準備好 我不是現在才這樣說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我也是這樣說 當時有些朋友都問我 我的看法 我說是不會打的 中國會被人圍 一直都是被人圍的 但是不會打 每一個國家對中國都很克制 亦沒有理由打 因為 確實中國人香港人 是屬於 中國自己的內政 這是事實 但是台灣不同 台灣在外國人眼中 是屬於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重要的地方 是對外國勢力重要的地方 不關我們香港和國內事 好了 我們香港已經被二次統治 無法挽回 你看到 隔一條河 它會說 統治你就是統治你 但是隔一條河 就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你要打 還要贏 你做的準備功夫 不是 你打算說兩句 衝啊 撕破文件 這麼簡單 是很難的 好了 回到2024年 你說打 機會當然有 我也覺得有 但是會不會在2024年的夏天打 我就有點懷疑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國內的問題實在太多 我可以這樣說 現在中國 沒有具備 向外侵略的條件 真的 因為它一邊要維穩自己的國家 哇 它對於中央來說有十億的敵人 對於中央來說 因為隨時這群人都會造反 對不對 但是你想用自己的國力和軍力 去統治一個島 那個島得了兩千多萬人 台灣人 敵人得了兩千多萬 你如果懂得計算 都知道這條數是不划算的 是不是 好了 不過就是因為 十年裏面 沒有做過任何的公職 也沒有成功過任何一個經濟政策 尤其是一帶一路的失敗 那麼很多人都會想 習帝會不會要面子 反正現在阻礙他的人 在他身邊的蒙間 全部他都手起刀落 剛剛現在國內的軍隊 換了人 換了司令 有一些又被免職 他不相信那些 再另外換了一批 給他多半年時間 能不能成功整肅國內的軍隊 然後 有底氣 在下年 向台灣發動戰爭 我可以告訴大家 2024年的夏天打後 大家就留意一下 會不會看出中國的小動作 如果有的話 我就覺得 打的機會也是有的 但確實不大 因為我覺得不夠時間 無論怎樣也好 又打仗 經濟又下行 是不是 就算 你知道哪些行業可以賺到錢 你又沒辦法去做到 在 這些狀況下 如何吹吉避兇呢 七師傅就這樣說 人的吉空覆禍 由誰造成的呢 完全是由自己的起心動念所做 言善行善 口善 包括不殺生 但吃牛肉的算不算 就是真善 即是約數 要我 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不是原人 但若意念不善 就是偽善 偽善的人 真的有很多 你用幾句說話 可以試得出 這些偽善者 我身邊也不少 所以我盡量避之則吉 我快要住山洞了 只有深善 意善 口善 才是真善 真善美 做過真正善良的人 才能避劫 這些都是廢話和客套說話 我覺得他人有時說話也不是那麼 怎麼說呢 那麼文言 也很直接 例如華家聰 華林作的時候 也很直接 因為我每次看完都笑 因為他那麼盡 所以無論怎樣也好 很簡單 不要做壞事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每一個人都不會說 他100%純潔乾乾淨淨 不會的 你總有 不小心踩死這隻矮的時候 是不是 你吃肉的時候也算是犯殺生 你沒理由從小到大 你三歲的時候 你都沒吃過肉 從三歲到現在 所以 不可以一概而論 但可以這樣看 當你真的發覺 行惡 會得磨的時候 你就改了 最重要 不是你做錯了什麼 而是你願不願意去改正你的錯誤 你不要再犯錯就行了 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 每一生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生 那本書是這樣寫的 一個人每一生 都其實 在錯誤的過程 累積而前行 這句笑話 這句笑話 那是正常的 因為你其實每一天都會做很多次的錯事 選擇不會100%正確的 你只能夠在每一個不同的選擇裏面 去選擇一個 作為自己的選擇 而這個選擇 就未必能夠為你帶來最好的結果 這個是事實的 很簡單 例如買股票 你買 你買中了 亦可以買錯了 跌就錯了 如果你買升的話它會跌 好了 你賣的時候 有人會穿你的 你看 哇 鄧信 你買的時候50元 現在升到150元 你90元就走去放 你賺少了 你要知道 當一個選擇出現的時候 好了 有A 有B 有C 好了 幾個選擇你選了一個 那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每一個人都不會貪心 不要賺到盡 你選對了就可以了 明白了嗎 你不用賺到盡 好像說我其實可以連 COVID-19也不感染 我不需要感染 但是我選擇我的感染 我想試一下 如果我不試的話 我現在叫100%熊貓血 那我就很值錢 但是危機亦是非常大的 真的 因為連國內 都說得很清楚 要輸血給下一代 一定那些人是沒有打過疫苗的 國內現在有這樣的事發生 但是今天這段影片不關事 無論怎樣也好 總之 好像你新年賭錢的時候 你會買魚蝦蟹 你明明覺得 哎呀 會有機會開兩隻雞 但是哎呀我買了魚 但不要緊 到最終 確實是開了兩隻雞 但是一條魚 你買中了魚 你還是贏 雖然這個選擇不是最好 但是 你還是贏 今天 我引用七師傅 對2024年的預測 這段影片先說了這麼多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